这种特别炸火 一天使不完的牛劲的这种选手 是呢 刚才打solo 前面打得挺激烈 后面也挺激烈呢 前边但凡失误一下 第一天就能听到他的怪叫 就解说这边还没听到声音 然后那边就开始了 给他配一个E这种包容性强一点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 大家王图 RSC是直接选择到了流声区势 一次把再一次掏出了龙金湖 这是上一次对战到狼队的时候 所选择的一手战术 是的 很钟情于这一张二十斤的赛道 然后斑图的话呢 RSC依然是斑了龙金湖地 这张地图我觉得已经成为常规斑了 然后第二张地图就是海冰之眼 这都在预测之内 而对于萨尔而言 他们斑掉了一路向前 这是这一周刚放准的一张地图 对 然后再加上一张一电掠影 上张图 就上场比赛看完之后学习到了 确实打了RW一个措手不及啊 我觉得事后再想起来 我觉得RW自己应该也是 垂胸顿足派大腿 对 用车层面确实是被针对了 有点太保守了 对 然后紧接着自己的反打呢 也没能取得到显著的成效 我觉得就是当时被打了一个 十一分十一外吧 但是反打是只拿到了一分的优势 这个是让人不太能接受的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包括我后台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自己也说 当一方取得了足够的优势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不让你舒服 其实这个才是关键 也就是你紧接着下张图 我个人觉得就最好别难为自己 对 你先把这个心态稳住 同时如果对面真要是想怎么去针对你 你也能接得住的这种图 就直接反打 我觉得也可以分两手打 这样的话作用会更高一点 让对方也跑得不舒服 是 两位教练 也是时刻不久 再一次交手 这真的是上一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 和这一阶段的第一场比赛 就除卡位赛之外 对他们而言的第一场 是没错的 手足特洛伊 看一下这一次 到底是风载技巧一手 还是一这一边 能在RSC手里面 拿到一个特洛伊环成的二连抽 但确实我觉得特洛伊之王 就是看记录 风载的话 其实每次稳定出去 都是一个29小 上一次我们也这么说的 然后这次又没出来 然后一上墙连带了一波风载 29小 看前面两位的了 现在是阿妮领先 和小玉后追 看这段路线 小玉想要切内道断空下来 稍微碰一下阿妮的车身 这里还有六段的机会 哇 这个快出直接切到了阿妮车前 两次的这个断空 其实都拼了 这边 这边稍微能够干扰一下 但也要小心自己的路线 后边 风载也是反超了一了 现在小玉这个位置卡死了 怎么能卡到这样 然后这一段的降速 又稍微连带了一下风载 导致两人都过不去 但从成绩来看的话 还能接受 现在的距离 对于阿妮来说 是足够安全的 是 但风载有机会追到一个10分 从目前的分数来看 如果风载进10是一个平分 没错 已经进10了 感觉对于风载的后追来说 想要进10应该不难 他不会还想拿第一吧 0.8除非阿妮掉 或者说出现刚才小玉那种 半掉不掉的 直接撞上去 但追的好快 这一段的延续断了 又重新开 风载已经来了 那风载直接形成反超过去 他还真能拿第一 好小子 1分31秒拿到了11分 而后边 小玉跟E也是 因为阿妮这一个失误 所以说E追到了9分 这最后连续断了两次延续 我是没有想到的 这就是给你机会 你稳不住我 确实是没稳住 因为前期优势真的很大 在小玉出现失误之后 就已经拉开了近一秒的距离 是 你说风载追得快吧 他也不可能凭借自己的细节 直接在后面连追0.8 是的 但他其实追的确实挺快了 他从第一圈末到第二圈头 也就是刚开始断空的那个点 他就追进了0.3还要多一点 对 就那几个断空就迅速地拉近了距离 是的 很明显就是风载 他的细节会更好一些 但这个可以理解吧 就是可能在于前期 领跑的阿妮 她是在求稳地跑 但是后面你出现了两次延续 都没有沿上的情况 这个是实在是不太应该的 而且大家断都是断在后半段 已经上了那个坡之后 比较容易断 但是你在前面已经出现了 这样的节奏问题 就很难保住第一了 但从这个分数来看 包括从过程来看 RST选择这首特罗伊 仍然还是非常危险的 这群能赢也是个误打误撞 沾了点侥幸的 对 就这张手图在目前显得 没有那么的稳定了 刚才是阿妮在那个地方 也卡了一下 然后顺势挡了一手小玉 是 前面断了 然后这里再开一次 哈雷特居然是给到了阿妮 并没有给到E 跟我们上个赛季所产生的印象 稍微有点出入 且两位二号位的用车也不同 一辆是用了L轻 一辆是用了幻境龙影 是的 不过结合上这个赛季 包括上一场比赛而言 我觉得A车在这个阶段 应该是打不出来了 把风载直接拔 你挤得稍微上有点强 像不太好 磕了这一下落后0.4秒 你自己还没有断掉 对 这个断空连续了两个出弯 今天这个状态确实不太好 哈雷特起步 并没有领先幻境龙影多少 目前的这个差距 落地以后已经是拉近了距离 是的 这由于赛车的优劣势 还是得给阿妮让 没办法 但在ECU不同的这种情境下 俩车势必会打架的 已经把宁清的影子给跑了出来 而且领先的距离应该还挺远 应该有个0.3左右 这张就应该让他来打计时了 但还得上solo吗 三圈 多少 50小吗 应该是 跟刚才小玉这个计时应该差不了多少 再断过来 看这一段路线 这个断空非常的顺滑 领先影子 0.4秒非常稳定 这个位置再弹 而且后面阿妮好像还有失误 对 这个0.4是始终没有出现任何的差距的 对 现在主要还是1这个位置 2.1了 刚才是2.0 云层顺利通过再开弹器 这边快出落地之后 做延续1分40.47 恭喜风仔 从这张图第一圈的0.4出现之后 就一直没有变过 且最后一又跳秒了 2.0几 这样的话 这一张图 RST一举拿下了三分的优势 阿妮 这一次的对局之中 前两场比赛 在驾驶到同车的情况下 都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 所以说没能够把那个比分咬住 对 甚至说有优势的情况下 自己没能够保持住 真的话 风仔是一波二连冲线 且拿到了一次赛道记录 相信这张地图 他已经是憋了很久了 这个赛季在前期 第二阶段吧 一直打不出来 本身场上就只有两辆哈利特 在起步之后呢 一辆又慢了 出现了一些打滑呀 上墙啊 等等的操作失误 所以导致了风仔 全程变成了单机 计时模式 基本上前两个弯道之后的距离 就已经非常远了 拉开了一秒多 然后后续又跟一两个人 在中期进行了一波纠缠 是的 新记录 我相信对于这张地图 在被放出来的时候 风仔也要说一句久违了 因为这张地图确实是他的心头之号 尤其对于RSG而言 可能也注入了太多的感情 之前保持记录的是宁清 1分40秒80保持了151天 而在今天风仔 在第三阶段的第一场比赛里边 就直接打破了1分40秒47 确实是自己的心头所爱啊 后面其实也是在榜上还有两个记录 对 这一局这个哈利特没有跑过 有轻 伤口让撒牙泪了一点 相当的致命 他在起步的第一个远远之风 就已经失误了 所以说那个起步的速度 就没有发挥出来 他那个出弯的时候 被前车的风载给卡了一下 卡掉了一个小喷 对 这45路你就已经少了半个ECU了 然后到第二圈E的这个断空处 也是出现了一些小的路线失误的 龙京湖 此时此刻就必须得 把自己的状态给调整好 毕竟是自己选择了一手王图 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一些路线失误的话 这张图将会掉大分 E-Star现在已经落后了RSV4分了 如果说这张地图 延续了刚才的手感和运气的话 那就是压死路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看起步一次 双侧过后 小玉跟风带两个人先出来了 当然阿妮这边能够抢在两人之间 但一直卡在中间 这个路线也很容易崩 带墙 但这边切一波路线 阿妮有点靠外 稍微转向过来以后撞的有点重 不过前面的风仔应该也是稍微撞了下墙 但这边换人了 E上来也要做卡位 但路线转向过来是落后到第三名 没错这样的话小玉在此反超 而且E-Star两个人出现了一波对抗 把E顶顶上的墙 跪过来之后就落后两秒开外 阿妮这边有点小说 但是能够水力通过来 E的话其实刚才的淡气节奏就已经乱了 他手上没淡气开了气 然后又撞上去了 导致他后面这波调整会非常慢 而且还是因为大家 因为前车一直在不断的连带 不断的让大家的空间变得压缩 对 所以说导致了他跟阿妮直接距离太接近了 完全没有调整的空间吧 是的 前面风仔投标 风仔投标又上了一下墙 这段稍微平跑一下 再去衔接一个最大W 再弹车过来看一下路线 断抠 前面小玉的话稍微蹭了一下 挡一下阿妮 他是撞点过的 跑法不太一样 这样一来的话 就会被迅速拉近距离 这个位置 再往右的话可能就上不去了 ECU在释放 不过两车之间现在是上面拉开了一点 看一下这个弯道 都没有失误 这要花0.2秒 可能一直保持到最后 而且后面风仔是1.2 1时2.3 没有太多难点了 阿妮这边想碰一下 能够挤 但是最后这个速度上面 两辆车是一样的 一分也没问题 连续的情况下不存在着对抗点 小玉拿下11分 这样的话应该是对位上形成了一个压制 RSG这一局又赢下了2分 三张图打完目前是6分 这张图分差确实没有想象的大 但是所有赢的分数全尽收于RSG党中 主要还是从起步开始 起步的话就是小玉跟风仔两个人是比较靠前的 然后阿妮是夹在中间 然后这一波二打一的对抗又没有打赢 然后再之后 在阿妮失误之后溢上来 然后当时就是出现了一波混乱的局面 然后自己的氮气节奏开了 然后又上墙了 就导致它那一段是没有氮气的 是的 但是你往前倒的话 其实就是因为大家距离离得太近了 所以说在一起弹射飞跃的那个点 落地前后车都要被连带到 对 而且最关键的可能就是起步没有完全的优势 这张图的起步还是挺重要的 然后第二圈 能够感觉到阿妮已经尽力了 几次这个断空的路线 第二圈断空的路线是完美的 然后再到后面 跟小玉两个人去抢那个石桥的位置 自己的路线有点崩 是 做了一波调整之后 其实后续两个弹射已经没有太多对抗的机会了 但是你如果做横向对比的话 由阿妮突到小玉 那阿妮后边能够做到这些 前面的距离始终没有发生太多变化的情况下 那从前面小玉做的其实也非常不错 对 而且小玉本身 她防卡位的这个经验就非常十足 在后面看到只剩两个弹射了 那我只要把自己的路线给守好 唯一的或者说全局 我觉得对于阿妮来讲 最好的一波反潮点 或者说最有机会做对抗的那一个点 就是弹射 第二车是弹射落地 阿妮是断空过的 然后小玉的话则是弹墙过的 在那里的那个节奏点 是两个人迅速拉近了 但我觉得这也是小玉聪明的点 她在前面只要不出大失误 她即使弹墙过 她能挡住后边的阿妮 对 本身前期她就会有一些小小的优势 是的 但撞墙过之后她能够受益挡 那这样顺势的一波连带 其实你想要直接反超的话 是比较困难的 尤其是你那个点 你回弹的话 甚至有可能把阿妮的路线完全给挡死 对 很明显就是从那个位置挡完之后 阿妮其实想去找自己的路线 也是在那个路线点她太靠右了 差点飞出去 是的 在后面又进行了一波调整 所以在后面去释放ECU的时候 距离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近 所以也就失去了那个关键点对抗的机会 那这样三张图打完之后 现在RSG时抽获了三次冲线 封在两次小玉一次 E-Star还没有11分入仗 对 都是有些小的可惜吧 最后有一点小差距 封载先是一个托飘 然后上墙 哎呀 怎么感觉从上一次 他差点破记录开始啊 这样地图就跑得没有那么顺了 是 难度确实高啊 第四张地图 E-Star这边选到了青鸣山 三两L青小玉这边只能拿出化金龙影 还真能打到L青这个眼上了 居然真有人打 可以看到戴的是急速 肯定还是要抢一下起步的 但你起步出来之后 面对三两L青 似乎好像也不是什么好消息 对 风仔上来想抢内弯 看这个断空落地下来 两个人的路线都差不多 风仔距离有机会做对抗 是 先跟住 后边E-E在无对抗的情况下 现在是1.2秒 自己的节度应该是有点小乱 对 刚才风仔想去碰一下 然后导致自己的穿动性有点歪 应该还是又出现了失误 现在跟E-E两人距离 小乱自己决贴墙了嘛 复位了 他自己应该是从那个木桥出来的点太早了 E这边再和他做纠缠 两个人谁都不好过 再定一下 但现在两个人是同分 得看阿妮这个0.5的距离能不能守住 风仔一辆L青龙现在是后追的 能够稍微拉近一点 但是感觉0.4秒好像还是有点难 0.3了 拉近很多 距离不太够了 剩下最后一个劲道顺利出来 CW能够放上路线最后也能平稳充线 有点危险 后面风仔其实在出管道之后已经拉近距离了 1.96和2.33 那这样一来这一局是打平的 是的 两个人之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分数的跳秒 对 导致了这一局其实 E star的这一次冲线显得有一些无用功 或者说这张地图就有些尴尬了 它只能够一手过渡 或者说打出了一辆幻军龙影 但本身其实这张地图选出来 你在用到这样赛车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去追分的 就除非说你说拿一个哈雷特 然后再加一个L青 但他们如果只想从L青着手的话 我觉得收益甚微 就是抢11 这张图打出来其实就是谁抢到11呢 谁就赚 但我觉得就算能赢的话也最多一分 对 我觉得好处在于阿妮起码充现了 看这张图能不能够帮助她 就是稍微找一点手感 看看后续怎么选吧 因为目前还是六分的差距 还剩五六七三张图 如果还要这样过渡的话 感觉没有什么图好过渡的 其实无言的选图的风格 它就有一点偏向于什么 如果你前面一张图特别难 或者你前面一张图掉了特别多的分数 它会立刻选一张图给你缓 对 然后再上难度 先看一下这张图过渡的状态如何 或者说就是为了让你稳心态稳手感 而且如果这张图继续出现大失误的话 那这个分数不可控的情况下 也得去选一个难图 是 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中了 前面三张图打完之后是一个六分的差距 紧接着按无言的步调 选一张简单图给你们稍微去吻一下下一手才是重中之重 可能说会拿一个杀手锏或者说拿一个难图去打一下去刺激一下 那小玉这个点 对 真的挑的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太早了 正好是在这个点的时候 咱们的视角切到了后追的安妮反超 然后我就看到小玉那个点 直接停在那了 对 停在墙上 直接上了一手苏格兰场 一撒二位的王图上也没问题 感觉现在这个点要打E的王图了 但今天感觉E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至少到现在还没能通过线 起步风仔阿妮走一处 这也有对抗 让风仔现在是暂时领先的 但两个人就是对抗的太激烈了 然后导致都比左边的要慢 这个弹射风仔没弹出来 今天弹射的突飘好像有点多 远率有点高 挤内道 但自己出弯的时候有点收住了 是的 这样的话阿妮还得先过一 这种关系的路线也不太好 还好能过来 只是说撞过来之后还需做一些调整 有些滴滴撞撞 然后自己还是上墙了 附伟回来 这个距离自己好好调整一下吧 所以真的就是对于伊斯拉来说 阿妮需要去做这个卡位的身份 是的 但现在风仔上来去搅阿妮 刚想说摆脱了一点点风仔射头立刻又出现了阿妮的射身视野范围之内 但现在的话距离是稍微拉开了一些0.6了 不过距离小玉的话还有0.3 0.2 看这边拉近 但这个从分数来看的话这一局依然是赚不到的 就算抢到第一的话也是一个同分 但只能说如果抢到的话能够把这个分数稍微稳一稳 中继室内进到口的对抗 第一下试图寻求一个对抗但是没能成功 出完的话又被小玉这边给挡了一下 看室内之后先绕一个外道想要去碰一下但是碰不到 这边出完ECU再放非常的贴弯 还是0.1 看还得看后面的三连甩 第一甩以后小玉稍微有点拖挡住小玉的路线 我小玉接走了外侧 但是外侧回来之后好像速度还是蛮快的 他怎么走了外边还这么快 他路线非常顺 我感觉他就没有想走近道 对 他在那个位置就根本没有甩 然后在阿妮甩的那个路线他已经从外道绕过来了 对的 他应该从第二弹 大家也没谈吧 就第二下快出的那个点的时候 他已经想好了 这里我就直接往前走 那也就是说如果走外边 只会比走近道慢0.2左右 就你正常没有失误的情况下直接走外面 是的 因为那个弯道你要直接去拉一个进阶 整体的失速提速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没看到最后1是多少啊 1是有没有跳秒 因为我看他在之前就已经到2点多了 1应该是一个8分 那这局反而还拉开了1分 对 目前是7分了 千选刚才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嗯 这局赢不赢却是这款E 对 E的目前为止的这种表现 是很难支持他们取得二位上的胜利的 感觉有点跟不上这个强度 对 因为目前从对抗来说的话 那阿妮其实在很多次起步都是跟风仔小玉挤在一起的 那一旦E没有突围出去 那阿妮的这一波对抗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无用功 是 那为什么不是看阿妮呢 各位别急啊 因为你看阿妮虽然状态确实很好 但是RSP它不掉大分 对 就在阿妮连续冲选的情况下 E star还没有赢 那我们找问题 就只能找到调分的那名选手身上才可以 是吧 那两局比赛里面一拳都拿到八分 所以说这是E star现在追不上分的一个节点所在 今天其实在连续的这几张图上吧 一张是龙金湖 然后一张是苏格兰场 都是在对抗上面吃了亏 是的 然后秋名山是他自己在那个飞跃点撞点的那个位置 招得比较靠前 然后又跟小玉两人卡在一起 但最后是小玉没跳 然后他跳了 这也是有点运气问题 或者说就是他今天因为起步一直出不来 所以说他始终是在一个混战区间的 而在这种混战区间里边呢 他又没有办法避免受到其他人的连带和干扰 对 但确实今天R4G的双人组起步给到的压力非常大 那接下来我感觉就要么是雪镜烈鸢 要么是通港 或者亚特 但亚特上次已经吃了一亏了 打R4G的亚特其实赢得不大 虽然说是双王图 但确实你想去抢这个第一名的话 阿妮这边所承担的压力要高得多 他第一拖了之后 我觉得他就已经开始在响了 然后紧急第三个弯他不进 走外侧再弹射还很顺 对 他是有这么练过的我觉得 他就是已经想好在后面要这么走 没有说临时起义 对 这张图还是打了几次空港 那双哈雷特和双莫影青龙啊 起步一这边非常快 另一辆哈雷特 一起出来 对 这差距稍微有点大呀 另一辆哈雷特应该是小玉的 看上回合过来之后呢 现在是依赛了一波双铃跑 优势很明显 但是就撞得有点重 优势更明显了 只能说这是一波机会 但现在阿妮已经反超了E 应该的 你从后部段来看的话 还是比孟青龙巨帐比较好 对 现在0.2 双方都还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 距离 是 看前半段 这边初安 E稍微有点拖 但也顺势拉开一点距离 保持安全 但前面阿妮失误了 两人又挤在一起 其实E有点拖 对于萨莉来讲是好事 他只要是能够保持到10分 跟阿妮距离 稍微拉开一点没关系 这边都上墙 CW 后面风仔跟小玉同样是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看撞点 两个人在后面节奏还行 但是现在已经跳到两秒开外 对 两人打着打着 时间差越拉越远了 而且E这个1.3 嗯 不好说 风仔的话感觉能跟E跟一个同分 哎 刚说完了 风仔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失误的 刚说完人没了 三秒多 小玉也是三秒多 最后ECU放过来之后 看下风仔ECU能不能挽救一下吧 1分24秒94 然后E是第二 风仔3.1 两个7分14分 5分 一局拉回了5分 现在只剩两分了 对 急速攻击 RSG在这一赛季里边打这张地图 好像就一个debuff一样 而且 打得不顺 我印象啊 是当时风仔跟小玉 第一个赛季组在一起的时候 当时还是用列地悬甲 当时他俩在跑这张地图的时候 就已经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对抗 然后那张地图就就此搬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前面领先了 五局的优势 在这张图里边 还了个七七八八了 那现在 还能选一张什么地图呢 两分算是比较安全 但只是说下张地图 你要么跟一个同分 要么就把这个第一给拿到 反正三分几下赛 对吧 还有一分的容错 是的 只要保证下张地图 一仨这边不输一分以上 就是两分 挤两分以上 就OK 那选择地图就一定不要很难 看打不打墨影青龙了 如果要打墨影青龙的话 还得看一下E 他哪张地图会比较擅长 但目前来说 印象不是特别的深刻 确实 要么就从同车图去着手 就是你要打墨影青龙的话 其实就是抓对位 抓E跟小玉之间的对位 或者天宫寻梦呢 其实我在想 车间是一大雷一张王牌 但是他们这个赛季 也没怎么打过 那个基本上是之前的时候 大概已经是两个赛季之前了 上赛这些都不怎么打 对 一号公路也是不出 现在其实就是打一张 简单一点的 就大家不会出大失误的 但看了一圈 感觉现在剩的这种 大失误的图不多 对 原色将是 对我觉得这样的图还可以 但是就用车 也不好打 而且这张图确实是 不容易出大失误 但是太多队伍打RSD了 你现在第七张图选出来 你到底怎么用车 是的 你像什么苏悟空啊 这些机甲也都还有 哈雷特也在 对 试诚红叶 哦 四冰破 对 哈雷特打完了 对 打一手冰破的同车图 突然想起来 流伤巨水的话 已经用了两个哈雷特了 然后刚才在空港也用了一手 图是同车图 但难度还是有的 有风险 稍微看一下吧 这样地图的起步也非常的重要 看看起步 夹在中间的是风仔 但风仔出来了 对 你会感觉到三个人夹在一起 但是有个人稍微冒了点头 是谁呢 是风仔 夹心没夹住 关门没关炎 但这局如果只有一分的话就还好 但现在翼在第四名 是稍稍有些危险的 所以阿尼这边又一拖 掉到第四 现在RG小玉还能陪他一下 对 他这一拖之后呢 反倒是小玉上来之后 变成那个夹心了 而前面风仔应该也有给到机会 距离有选手拉近 保持住吧 冰破相对来讲的话 速率还是比较高的 想要去跟那个成绩 我觉得对冰来讲应该不难 看拖接 有点上枪 有点拖 但是小玉 1.8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很有可能是同分 看小玉的这个跟车吧 一跟阿尼的距离有点接近 可以稍微放一放 啊 这么放忙 一把速度上墙了 然后他也跳秒 但是他跳不跳的话 其实对于RG而言 好像也是赢不了的 对 现在一分的话是能够接受的 但是一 三秒多了 1.4又变成了之后 看一下做的成绩 阿尼这边是 可能一分小玉 直接结束了 一分三分 赢了两分以上 真的一局杀死了2V吗 没有想到最后的这个时间点上 E应该是出现了上墙这样的失误 原本能够进入加赛的局面 因为最后一张赤城红叶是戛然而止了 有些猝不及防了 但是第三阶段 我觉得大家也就放轻松就好了 对 只不过今天对于E来讲 还有另一件事情 就是一旦说真打入solo 他要出战呢 我感觉可能就是因为 心里的包袱有点重了 想的时候有点多了 今天确实在2V没有放开 阿尼也是有点懵啊 这最后一局 其实本来是很有机会进加赛的 但这张图确实难度还挺高的 没有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像角色江西啊 就那么简单 包括像星梦或者车间 还是有些可惜吧 不过还是要恭喜RSG 在这个赛季应该是第二次交口里边 还是战胜了Estar的2V 今天RSG的话 在这场比赛当中 前期是完全把自己的主动拳给握在了手中 稍微有一局空港没有那么的 就是控制住 也是让RSG的观众朋友们 坐了一把小客人车 稍稍有点危险 对于空港来说 可能后续自己的一些配合来说 还需要再练习一下 一今天这个发挥啊 有可能回去之后就要痛失尊称了 不要也罢了 因为备份一下就上学了 这种青春期到我们的小男孩啊 难免就是这种小玩笑啊 可能开的会比较多 但是确实玩笑归玩笑啊 今天的发挥绝对不够看的 对 今天在七局比赛是只拿到了56分 阿妮那次是多少来着 呃 59 他俩现在是大哥二哥了 都有一次 对 而且确实是因为从B组来到A组之后 E的这一个均分啊一直在下滑 对 之前还好像一度是达到了9.8 然后慢慢又现在是降到了9.5分 所以对于E来讲 这个赛季或者说这个阶段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练抗压 因为对于Estar而言 想要走得更远 他在常规赛的发挥 如此的高低起步不定 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你不能指望说 这场比赛我突然好了 下场比赛我可能就低一点 今天的大失误确实很多 对 整体的均分一直 你看中期一直有8分 这样的分数明显是不够的 然后阿妮的话在七局比赛当中 后面是连续冲了三局 拿到了本场的个人最高分 对阿妮来讲身边的这个助手 现在需要一所具备的素质呢 就是你得能打硬仗 但我觉得没关系吧 就是在第三阶段也是给到这些选手去历练去适应的机会 因为来到机会赛之后 我相信这样就是强对抗的局面还会非常非常的多 也希望通过这场比赛之后回去能够得出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 是的 而阿妮竟然的发挥呢 也是因为三局的冲线 所以说导致了风在这一边 这前面三局虽然感觉他可能稳不住啊 但是也能跟一个十分吧 没有拿到就是更为关键的一些冲线分数 这种是属于已经经过了多年多赛季的考验 调整非常的快 是的 对他的状态基础说成规赛打的前期可能就区分有所下滑 但是你都很担心 嗯 分点时刻他能站出来 一个投标 然后还是看一下翼在后半段出现了什么样的失误 因为这局小玉其实已经给到很大的机会 这是他的第一下快速投标 然后紧接着在哪上抢 啊这边直接从两个劲道口撞出去 然后接连的副位 确实有点太伤了 那看到最后MVP是给到了RSG的风仔 也是本赛季的第五次MVP 再次恭喜RSG 同样也要恭喜风仔 我算是有惊无险吧 就